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达赖朗玛尊者表示 人类必须对现代教育体制进行改革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支持西藏自治的议案 司政洛萨森格会见美国驻印度大使 西藏新年会举办摩托车巡游印藏边境活动 美国国务院报告称西藏为军事占领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表示 中共无权选任下一世达赖朗玛 第三届日内瓦论坛呼吁国际社会 任命特别机制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 英国议员严重关切中共侵犯西藏的宗教和信仰自由政策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教达赖朗玛尊者 于本周四11月19号透过网络 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大脑与精神研究所的教授 伊恩西金以幸福及其成因为主题进行对话 并回答线上观众的相关问题 达赖朗玛尊者在致辞时指出 人类在面临各种灾难之际 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 并以平静和幸福的态度存活于地球上 而目前不只是地球 整个银河系都在改变 同时尊者表示 人类忙碌与互相排斥杀戮 并制造出许多毫无意义的纷争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现象 人类应该以平静和幸福等乐观的态度珍惜当下 尊者还强调了改革现代教育体制的重要性 并指出过去的许多暴力事件皆为人祸 同时尊者认为 人类必须透过教育提高对真相的认知 认清世界正嘲笑毁灭方向的事实 另外美国众议院于本周四11月18号 通过一项法案 重审美国政府支持藏人寻求名副其实自治的权利 同时敦促政府迅速颁布中医院全院 与近年1月审议表决通过的 《2019习政政策与支持法案》 据悉该法案旨在加强美国对藏人的支持 并且要求美国对那些干预达赖老妈转世秩序的中共官员 实施经济与签证制裁 同时法案要求政府支持达赖老妈尊者 与藏人领袖为重启藏中和谈付出的努力 并赞扬尊者致力于推广世界和平 倡导非暴力 以及捍卫人权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成就 此外法案还强调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鼓励美国官员、媒体记者及民众寻求互惠资格 即正如中国人能够自由访问美国一般 美国人也应该享有进入西藏的权力与自由 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思政洛杉森格 感谢提出该议案的共和党众议员、泰德·优霍等 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美国议员们 据了解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将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进行表决 再由全院审议表决 最后递交给白宫由总统签署后生效 此外 藏人行政中央市政洛杉森格于上周五11月13日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了美国驻印度大使肯尼斯·加斯特 并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晤 在新德里停留两天期间 市政洛杉森格还参加了由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举办的 有关西藏问题的闭门讨论会 市政还于13号晚参加了由世界维吾尔大会等组织 共同举办的在线网络会议 以及透过网络出席2020年第三届日内瓦论坛闭幕式 另外为了揭露中共当局对藏人乃至世界捏造的谎言与暴行 同时谴责中共当局非法侵略印度领土的行径 以及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比如献所有藏人挣着犯 西藏青年会于本周三11月18号展开 为期六天的摩托车巡游至印藏边界的活动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雄乃和副议长议席品措 以及当地印度政要应邀出席巡游活动出发仪式 据了解来自印度达兰萨拉 库鲁玛纳利 德基林 比尔 德里等藏人社区的50名摩托车骑手 参加了这一巡游活动 活动者们将从达兰萨拉巡游至印藏边境 金脑附近 此外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 与近日发布一份长达72页的报告 题为中国挑战的要素 内容提及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持续增长的权威主义 并专门报告了中国如何压制其统治下少数民族的宗教和信仰自由 并在该报告的第42页中将西藏描述为军事占领区 报告强调中共严重违反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的原则 维持了1950年以来对西藏的军事占领 以及在东突厥斯坦对数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进行残酷的再教育运动 和压迫南蒙古人民 并对大约7000万中国境内的基督徒进行迫害 报告还进一步详细地提到中共当局 对1989年天安门世界参与者、维吾尔人和基督徒的镇压 与此同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论所大使塞米尔布朗贝克 于本周二11月17日表示 反对中国干预下以示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 强调美国支持西藏的佛教徒选择下以示达赖喇嘛的权利 布朗贝克大使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的2020年 促进宗教或信仰自由的部长级会议 以及国际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联盟部长论坛的媒体简报会上 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西藏的佛教徒 东突厥斯丹穆斯林信徒 基督徒和法论功修炼者遭中共迫害 以及世界上紧迫的宗教自由问题 布朗贝克大使于2019年访问 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塞拉时 也向中共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继美国政府支持西藏人民 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传佛教转世体系 在转世问题方面的角色 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是达赖喇嘛尊者本人 和藏传佛教领袖们的事物 而不属于任何个人、政府或团体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为期五天的2020年第三届日内瓦论坛 与上周五11月13号圆满闭幕 与会的专家、学者、外交人员、 人权工作者和各国议员 联合发表一份宣言 呼吁各国关注中国统治下 各少数族群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 出席第三届日内瓦论坛的全体与会人员 在宣言中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 任命特别机制 监测和报告中国境内恶劣的人权状况 包括侵犯宗教或信仰自由的状况 宣言还进一步对中国统治下 各少数族群的宗教或信仰自由 受到系统性侵犯 表示严重关切 并呼吁各国政府公开加入 保护中国统治下各宗教团体 信仰自由的机制 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 干涉各宗教传统 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宗教领袖的权利 特别是西藏精神领袖 带来两脉尊者的转世问题 此外 英国国会议员丹麦吉特·辛格德西 也于上周在英国国会中发言时 对中国侵犯宗教和信仰自由 表示严重关切 观众朋友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与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